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今年着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惊喜 哪些经济方面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最为重大呢 一般来说 当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债券购买时 他们会问自己一个标准的问题 是否能够收回资金 如果我们谈及购买当地货币债券时 影响这个投资游戏的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这在发展中国家里特别常见 可能的因素有来自银行方面的货币干预 或者不完整的货币兑换等 此外还可能会出现资金流动性 可用性 以及当地合作伙伴可靠性的问题 未来数月或者2015年间 哪些国家或者地区最具有吸引力呢 我们公司有着在独联体投资的丰富经验 而具体的经验是购买当地的货币债券 我们操作的业务的国家 有诸如俄罗斯 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 鉴于乌克兰最近发生的事件与地缘政治危机 毫无疑问 我们看到了投资者从该地区大量撤资 我同时也想指出的是 那些看起来与乌克兰危机毫无相干的国家 例如哈萨克斯坦和蒙古 还是受到了影响 关于地缘政治危机风险和对投资者的影响 我想说起来的话 可以讨论个数小时 如果考虑不久的将来 比如明年的趋势 我想指出的是 独联体国家之前虽然试图形成区域的联合体 但实际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经济体 并多少都是有些互相依赖的 例如 丰富资源的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 能够提供很多的投资机会 但由于危机 这些国家的资金也开始出现了外流 不过不可以一句话概括地说 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合作关系 例如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和中国 在某些方面有合作关系 而从阿塞拜疆这方面来看 其又与亚美尼亚有一些冲突 但从两国的基本面来看 它们又是非常强大的经济体 这些国家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意味着两国的货币未来会开始升值 特别是考虑到最近的销售情况 诸如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我想指出的是 不仅由于信用风险 还由于制裁的威胁 我们已经卖出所有的俄罗斯资产 因为并不清楚情况最终会如何 此外还存在着引入更为严厉的制裁的可能 至于乌克兰 讽刺的是 该国当前税务领域的情况 要比冲突之前好很多 因为乌克兰的经济 当前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还有央行也在采取应急措施 不仅如此 许多西方的贷款机构也在提供支援 我个人认为 明年这些国家里都不会出现违约 或者其他资产重组的情况 您刚才问及我对明年趋势的开发 短期内 我认为不会有很大的变动 如果投资乌克兰的话 您如何看待乌克兰这个国家呢 在我看来 显然乌克兰现在是不适合作为自己投资分配的主要目的地 然而从投机的角度来看 只要您是与当地政府或者是近似机构合作 短期内投资该国的风险还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 独立体国家债券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盈利潜力 在我看来最具有盈利潜力的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 当然在乌克兰的投机投资也占很大一部分 但原则上这是有选择性的 如果能够找到具有吸引力的报价也是不错的 我个人认为短期内最好远离投资俄罗斯 因为我们不知道制裁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 佐勒塔耶夫先生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谢谢您的邀请 本次访谈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采访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